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间车款X我是龙龙 那今天我们特地来到了比亚迪的CS店 想要跟小伙伴们来推荐一下我身边这辆比亚迪的元Plus 为什么想要推荐元Plus这一款车型呢 其实也是取决 最近我的一个好闺蜜正好跟我聊到一个话题 她想要在15万左右的售价区间去选择一个纯电动的SUV车型 那其实讲到这个话题 我脑海当中应该是冒出了很多车型的选择 但是我去看了一下中国汽车销量榜上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在整个新能源的销量市场上面 比亚迪元Plus是始终占据前五的销量排名 可以说是非常不错 而且从整个全球市场来看 比亚迪元Plus也是整个家族首款 售向海外市场的SUV车型 那目前包括像是东南亚的众多国家 已经开启了这一个车型的销售 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比亚迪只能在东南亚国家去卖自己的车 更重要的就是在欧洲一些汽车强过 比如说德国英国法国 它也是正式开启了自己的销售之路 那它在海外的定价是3.6万欧元左右 那折算一下差不多大概是要接近26万多的人民币样子 而这一款车型在国内只卖15万元 所以这也证明了这一个车型真的是中国品牌当自强 也是我们想要跟小伙伴们去推荐这一款车的原因所在 那既然讲到了元Plus的车型 显然我们还是要从它的整个外观内饰 包括空间感受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那首先先看整个外观展示 在外观设计部分 它是采用了比亚迪家族最新的这种龙岩的设计语言 那下半部分主要是采用了个封闭式的进气格杉 这也是大部分纯电动车型会去营造的一个前脸造型 而上半部分则是一个贯穿的事件去展现出它这种龙岩造型 确实我觉得是蛮时尚的 尤其是结合这种哑光镀铬事件 好像会展现出更加年轻和时尚的一个运动氛围 那在整个前脸部分我自己特别喜欢 其实是在车头两侧45度角去看 因为我们会发现在它的前保险杠位置 其实是有着非常漂亮这种时尚运动的设计元素在其中 而且是能展现出整个车在前脸造型上的一个立体面 和丰富的层次感 那在车身的侧面造型上 其实我们会发现它的整个造型和比亚迪家族的原车型 其实比较相似的走的是这种充满力量感 非常饱满的这种年轻时尚的运动氛围 然后它更凸显的是这种比较有力量感 然后比较有肌肉感的造型 尤其在它的整个车尾部 它的车顶是采用这种向下倾斜的小线背设计 而整个车尾有点提传的效果 所以是非常漂亮的 那接下来我们到车尾来看一看 既然是女生想要去选择的一个家用的小型SUV 它的后备箱空间包括开启方式是否足够方便 那当我们来到这样原PLUS的车尾时 我们其实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 它是有着非常浓厚的家族设计风格的 包括像是镀铬的贯穿试条 镀铬的整个试剑 加上它的logo字样 确实是让人一眼就能辨识出 这是一台来自比亚迪的车型 尤其是在夜晚点亮它的贯穿尾登之后 可能离着很远就知道 这辆车不一般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 其实要来看一看它后备箱的开启方式是否方便 包括空间是否充裕 那其实在这个位置 我们只要轻轻一抠就能抬起这个后备箱 而且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是没有很用力的去打开后备箱 也就意味着它的整个铰链 包括它的这个气压的设定 都使得女生也可以轻松打开 那在后备箱的空间部分 其实我们通过画面应该可以看到 它是比较充裕的 而且它的后备箱具备一个两极可调 下面这块隔板我们是可以给它抬上来的 也就是当我们不需要放过多物品的时候 可以在整个后备箱形成一个和门槛齐平的后备箱空间 那在女生拿一些打件行李的时候也是会比较方便 当然如果我们要放一些可能高度比较高的物件的时候 也可以把这块隔板通过一只手就放下去 那你可以获得一个更高的一个空间展现 OK那最后我们就是关闭后备箱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用力程度 然后来知道它的后备箱开启是关闭是不是比较轻松 你可以看到不需要太多力气轻轻的往下一拉 然后轻轻的一推就没有很用力的关门 所以我相信如果是女生来驾驭这个车的后备箱的话 应该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在整个外观设计上 我觉得其实原plus这一款车型还是有着蛮多设计亮点的 那车内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就到车内去看一看 那进入到这辆原plus的车内之后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内装设计 和我们以前知道的比亚迪唐 比亚迪宋是完全不一样的内饰风格 这是一套全新的叫绿洞内饰 没错 其实从整个内饰设计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年轻运动的 在造型上是有这种波浪造型 尤其是在门板位置上面 它还有着类似于吉他的这种琴弦设定 所以这也是整个车辆在内饰设计上 更加去一个年轻化的设计语言 那在整体的内饰设计上 我觉得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一个设计理念 或者说我自己的喜好需求 那肯定是在它是整个中控挡霸区域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中控挡霸区域 无论是空调的出风口 还是它挡霸的设定 都是蛮有意思的 采用这种圆柱状的设计 那空调出风口有点类似于 我们以前这种CD叠的设计 那还是蛮精致蛮漂亮 而且整个质感是有阻尼感的 不是我们那种可能以前 对于自主品牌认知比较松垮的 另外在整个挡霸的造型上面 我觉得跟飞机的这个油门感是很像的 真的是超级的酷炫 你只要轻轻的推拉就可以实现换挡功能 并且它的P挡也是一个按键形式 集成在这边 那回到我们正前方来说 它把仪表和方向柱结合在一起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特斯拉上面 它是把整个中控的仪表盘给取消掉了 因为它认为可以看中控屏幕去实现 也是提升一个行车视野 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国消费者 或者对于大部分传统消费者来说 其实仪表还是需要 它可以展示一些比较基础的信息 那和方向柱相连的好处就在于 无论你去怎么调节你的方向盘 都不会因为调节方向盘而遮挡住仪表 同时你的整个前部视野是非常开阔的 那这个设计我觉得是它非常用心的地方所在 那我们现在聊的其实是它整个前排的设计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后排聊一聊它的空间感受 好 再次有一点要说的就是 在车机多媒体系统方面 它用的也是最新的D-Link系统 所以对于年轻用户来说 我相信无论是手机互联 包括多媒体娱乐系统 它应该做的都是比较棒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到后排 来感受一下它的空间表现 那来到这辆原Plus后排部分 其实大家最关注一定是它空间的表现 而且我们在车外提到 它的整个车身的尺寸 包括车顶部分是有一点向下倾斜的 那我现在来到它的后排 当我调整好主架座椅 我们可以看到 腿部空间大概是有着两拳以上的这么一个表现 我觉得算是非常欢愉的 而且有一点做的很好 就是它不像一些合资品牌 通过缩短后排坐垫去营造出一个超大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整个腿部 其实是有着一个非常完好支撑性的 所以这也是它在后排坐垫 包括整体设计上我觉得比较占优势的一个地方 那实际上这一款车的轴距也是达到2720毫米 可以说是一个跨级的表现 所以这也使得它在后排空间 有着一个如此棒的一个体验感 另外和前排一样 在它的整个车门的把手位置 是采用了这种非常酷炫的全新的造型 另外在门板上面也是有这种 类似于律动的琴弦造型 再结合它的空调出风法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 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 它整体的质感 包括颜色 以及它整体的设计和舒适感 做的都是挺棒的了 OK那在整个视频 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小伙伴们来聊聊 大家比较关注的售价 包括续航里长的问题 那目前比亚迪元Plus的售价区间 是从13.98到17.68万元之间 共有5款在售车型 其中包含两款430公里续航的车型 以及三款510公里续航的车型 那在这五款车型当中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 430公里的顶配车型 就是它的尊贵版 以及它的510公里的中配车型 那这两款车型 它的综合性价比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你也对于这一款元Plus 比较感兴趣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赶紧到店来体验一下 我来看看 这两款车型的车型 这两款车型的车型